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管用羅文的認識篇 今天所要介紹的是管用羅文 那這邊你可能有聽過管用羅文 但是卻不知道它這些代號代表的是什麼 以及說它到底跟一般的螺絲的羅文有什麼差異呢 今天就是以這樣的入門帶大家認識一下管用羅文 那其實管用羅文是很好去分辨它的 而且我們在生活周邊的五金 其實很多都是用到管用羅文 那這邊我們要怎麼去認識它呢 我們就去看下去囉 首先呢帶大家來簡易入門 來分辨一下到底什麼是管用羅文呢 那管用羅文我們從字面上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 就是在用在管類的呢 我們用到這類的羅文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分管用羅文呢 大致上會有兩大方向 一個呢是指管羅文 另一個呢是椎管羅文 管羅文呢我們一般是用PF來做一個代號 或者是用G 那這邊呢如果是圓椎的話我們會用PT 或是用R來代表它的羅文的代號 那這邊呢它跟一般羅文有什麼差異呢 我們一般的羅文呢它的螺旋角是60度 就是我們最常看到的螺絲 好像是公字音字的 都是60度 那這裡呢我們的管用羅文呢 它都是音字的 那這邊它的螺旋角是55度 所以差異在這裡 那這邊其實呢 最主要是用在一些防漏的地方 有的地方呢是有油的 有氣體的或有水的 就是防止洩漏的 所以管用羅文呢 最主要就是防洩漏用的 那這邊細節呢它的一些名稱 以及它的規格 我們等一下繼續來看 後面有更詳細的解說囉 首先呢是PF牙的介紹 那PF牙呢就是我們的指管羅文 那指管羅文它的差異在哪裡呢 我們從畫面上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是一個細部放大圖 所以呢它的外羅文跟內羅文 這邊是比較誇張一點 那它最主要呢就是 它這個螺旋角呢是55度 所以我們一般的螺絲呢 都是60度 所以我們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這個管用羅文它是用55度的 那這邊呢 有一些地方不一樣的是它的羅具 它的羅具呢 我們要怎麼去換算呢 一般管用羅文呢 它都是音質的 所以它會有每吋牙數是多少 那這邊如果有興趣的 你可以到音質羅文的認識篇 那邊有一些詳細的解說 或者你可以參考設計便欄 或者是網站上的資訊 因為今天是以入門來認識這個管用羅文 所以比較細節的地方呢 就沒有來做探討 一樣那它跟一般的機械羅文 我們常見的螺絲的羅文呢 其實是大致上類似的 大同小異的 那差別在有一些地方的參數 有可能是不一樣的 那這裡管用羅文呢 它就是用在管類的 那剛剛前面有提到 主要是防洩漏用的 那這邊其實我們如果仔細去看 會發現 管用羅文呢 它的羅具 基本上呢 都會比較小一點 如果你有去看 公字出牙 或是 英字出牙的話 你會發現 這兩類的羅具呢 會比較大一點 那管用羅文呢 羅具就會相對小一點 那這邊讓大家認識一下囉 接下來呢 我們大致上來認識一下 指管羅文呢 它的一些代號跟規格 那前面有提到 指管羅文就是我們的PF牙 那它的羅文的符號呢 有時候會用G 或是PF 這邊都是有看過的 那這邊我們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未來如果你看到 有這個代號呢 就代表它是指管羅文 那這邊前面有提到說 羅具呢 是依照羅文的牙數呢 來去換算出來的 所以這邊呢 一般會有一個規格表 所以我們的規格表 我們就可以直接看出說 羅具是多少 等等的一些相關資訊 那差別再來說 這邊是英字的 那這邊要特別注意的是 當我們用管用羅文的英字的時候呢 它這邊的單位換算呢 就跟我們的英字羅文是不一樣的 那在英字羅文篇呢 有提到說 換算的時候就是 兩個相處之後呢 假設這一個 8分之3 它是3除以8乘以25.4 那這邊呢 在管用羅文是不適用的 所以我們要知道它的 換算單位呢 我們就要去查表 我們才知道它的外徑是多少 因為這邊是用這種方式呢 我們可以得知的 像這裡 1英寸的呢 它的管用的外徑呢 是這樣子 所以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邊讓大家去了解一下 這邊是 我們不用去記它 我們如果有運用到的時候 我們再來查表就可以了 接下來呢 是PTR的介紹 那這邊PTR是什麼呢 PTR其實我們在五金類的零件裡面呢 是非常常看到的 PTR呢 就是追管羅文 那剛前面所提到的PF牙呢 是指管 所以這邊是追管 所以追管跟指管呢 它的羅文的形狀都是一樣的 好 那我們要注意的就是 一樣 它這邊的螺旋角呢 是55度 它的羅具一樣是用 羅文的牙數呢 來去換算出來的 那它的差異在哪裡呢 在於說 我們的追管羅文 從字面上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它是有一個追度的 我們從畫面上看到 右邊這個地方呢 它的牙的外徑呢 會比較大 然後往這邊 這樣斜過來之後 這邊的牙呢 外徑會比較小 所以它是一個 錐形的 那我們看到 那這邊 它這個錐形呢 是有一個比例的關係 所以是 這樣子是16比1的 那這裡呢 我們如果換算成 我們的角度的話呢 是1度47分 那這邊呢 我們可以 不用去記它 或者是說 你要知道 要怎麼去換算它 這邊是 用三條環處的 Tangent的方式呢 把它計算出來 那這邊 我們是不用去 太理解它的 我們只要知道是 1度47分 那就可以了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在 3D繪圖的時候 如果你要用 Sody Wars 把這個 真實的 追管羅文 畫出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用到 1度47分 那當然我們這邊呢 運用軟體可以直接換算成度 所以是很方便的 那這邊 未來呢 有機會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這邊 其它的大致上 都是一樣 差別在於說 我們的追度呢 是 16比1這樣子 1度47分 這樣斜過來 所以這邊的羅牙呢 其實它 羅牙的 羅文的外型呢 都是一樣的 只是它有 傾斜一個角度 那這邊讓大家去 認識一下這個 PTR囉 接下來呢 是PTR的規格表介紹 那這邊呢 我們看到PTR的規格表 會發現說 其實裡面的參數呢 是 跟PF牙是一模一樣的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呢 它的羅文的形狀 是一樣的 那差別在於說 指管跟追管呢 喔 在PT 追管牙裡面呢 它就是有 傾斜一個追度 那其它的參數 其實都是一樣的 所以它這邊 這邊規格表看到的 外徑啊 牙數啊 等等的 都是一樣的 甚至邏項都一樣 那這邊差異在於說 我們的羅文符號呢 PTR呢 會用R或是PT 來做一個代號 那我們最常聽到的是PT 所以你聽到PTR呢 就是指的是 追管羅文 那這邊代號是這樣子 那這裡呢 我們的代號呢 這樣是 八分之一 四分之一 八分之三 其實它的稱呼呢 是跟英字羅文一樣的 像這裡八分之三 就是三分的 四分之一 兩分的 那這邊有興趣的 你可以去參考 英字羅文的認識篇 那裡有一些 台語的說法 那這邊 稱號都是一樣 那你要注意的就是 它們尺寸是不一樣的 一般英字羅文跟管用羅文呢 大小是不一樣 所以這邊我們要注意一下 你這邊呢 三分的羅文跟三分的PTR 大小是不一樣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管用羅文的運用場合 那其實我們從字面上就可以知道 其實管用羅文就是運用在管類的 或是街頭類的 我們會很常看到它 像是什麼 像是氣壓 油壓 或是像瓦斯管 我們都有可能會看到街頭呢 這裡有牙 那你仔細去看 也許呢 它就是PF牙或PTR 那這邊 PF牙呢 我們比較常看到的是什麼 像是有一些街頭 它是用浪管 它是屬於電纜固定頭 你有時候會發現說 它這邊就是用PF牙 有的地方呢 它的羅帽地方 就有刻上它的代號 就是PF 那PT呢 PTR我們就非常常看到 像我們用的氣動工具 我們在管端呢 或是一些街頭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PTR 或是管路街頭 有的是三通的 兩通的 等等的 或是90度的 我們也會看到這個PTR 或是呢 有一些 氣壓呢 或是一些街頭 快插街頭 我們也會看到PTR這類的 那其實呢 不管是PF牙或PTR 我們都是有對應的工具 像是螺絲工 或是玩具 我們可以去做 加工的動作 所以有時候我們PF牙或PTR呢 不見得一定要買現成的 有時候我們的設計上面呢 你可能是一個板材 或是一個素材 那你在上面想要工牙 那你也可以做PTR或PF牙 或者是說你的車件上面 想要做外牙 你也可以用玩具這類的 或甚至用車的把它車出來 這邊的運用呢 就會非常的廣泛 那這邊呢 運用場合呢 這邊讓大家去認識一下 你也許 會發現說 你身邊其實 會看到非常多PTR這類的 那這邊讓大家認識一下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管用羅文的認識篇 那其實呢 我們最主要就分成兩大類 管用羅文呢 分成 直管 還有追管 直管呢 就是PF牙 那這兩個最主要的用意在什麼呢 最主要的差別在於說 羅文角度不一樣 是55度 還有呢 它最主要是要防漏的 像是一些氣體 或是 有一些油壓 甚至一些瓦斯管 我們都會用到 PF牙或PTR 主要就是防漏的地方 那這裡呢 如果你有使用過PTR 或是PF牙 你會發現 像有一些 氣動工具呢 我們用到的就是這類的牙 而且有時候 我們為了防止氣體會洩漏呢 會藏一些 防漏氣的膠帶 那其實 你可能沒有發現到 原來 你已經在使用管用羅文 只是自己沒有發現而已 那甚至 相對應的管用羅文的規格呢 我們會有對應的螺絲工或是玩具呢 有時候會做一些加工 我們也會來做使用的 那這類呢 就讓大家去認識一下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囉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拜拜